重餐時間回南走進便當店 拿出千元大鈔 買了五個便當 店員熟練的馬上打包 一共三百五十元 店員找了六百五十塊 男子拿了錢後 又抓了一把筷子轉身要離開 但隨後又回到店家理論 說店員少找錢 店員第一時間 還以為是自己忙中出錯 再補上一張五百塊 客人也向地板左看看右瞧瞧 確定鈔票沒有掉在地上 只是店家事後調出畫面 當時店員找錢確實是一張五百 一張一百 還有五十元的硬幣 一塊錢都沒少 店家po網有網友說 難道是村友餅事件 便當店顧客板嗎 業者呼籲男子主動還錢 否則將訴諸法律 禮拜天中午 男子的太太到店家致歉 說其中有誤會 相信先生的為人 而警方也通知這名男子 導演說明 他聲稱拿找回的錢 一手又抓筷子 把筷子放進塑膠袋內 可能是那個時候 鈔票跟著一起掉進去 回家後才發現 百六百五 店家說開店十幾年來 不止一次遇到客人說 找錢有問題 還有有裝設監視器拍下過程 這名店員不是粗心 店家只希望上門的顧客 別動外腦筋